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简直刷新了所有善良女孩的恋爱观 一个身材臃肿的老女人 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能够在一年之内卷走30个男人的地宝 甚至有男人心甘情愿为这个女人去死 而她能精准拿捏男人的手段 竟是小姐姐们很嫌弃 男人们又喜欢的环节 该电影是根据日本著名 黑寡妇目导加苗的真实事件改变 但现实中目导加苗的故事听完 更让人背脊发凉 不光老头为她心动 就连二三十岁的男人也拜倒在她脚下 甚至在监狱里她还结了三次婚 影片开头女主正和心爱之人拍婚纱照 却被突如其来的一个电话打断 不好意思 我看那有个大型的我先走了 警方在停车场发现一具男尸 座位旁还放着一盆已经烧过的木毯 男人没有任何外伤 初步断定是一氧化碳中毒 但这个结论却得到了死者妹妹的否认 他称事发前一天哥哥还在手机上发文 说要和一个女人出去旅行 这是我哥哥失踪前一天po的文 他上面还写得很高兴说 他要跟这个女人要出去玩 等一下 等一下 您说您哥哥在po文第二天之后 就跟这个女人去约会了是吗 对啊 他很可疑 他跟他见了第一天 他就看我跟他要二十万 侦办此案的李简一眼就看出破绽 照片中的女人竟和前几天接过的案件有关 当时一个七巡老婆过来报案 称女友骗走了她很多的钱 就当李简要给她立案时 老婆却换了一副嘴脸 说那些钱是自己甘愿给她的 那些钱是我心甘情愿给她的 你明明就是被这个人给骗了钱 你才报警的 你为什么突然要和解呢 之前都是误会了 经过李简调查发现 这个女人不简单 人到中年没有结婚 并且同时和多个老男人交往 其中有两个还给她转过款 分别是一百六十万和二百二十万 诡异的是在转账不久后 他们就选择了烧炭自禁 巧合的是这个木炭都是由何秀兰寄到死者家中 这不仅让警方更加确信 这些受害人的死一定和这个女人有关系 很快这件事就被媒体爆出 一时间何秀兰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身为报社记者的丽美下班到家后 正好看到父亲和一个胖女人在门口寒暄 她不由的心里咯噔一下 因为这个胖女人正是媒体报道的何秀兰 她的父亲人送出号苏菲 那么多年过去了苏培圣 还是想找个知冷知热的女人 奈何丧偶二十多年都没遇到心仪的 如今女儿长大有了自己的事业 退休后就想找个老伴共度晚年 直到遇见何秀兰 她的生活里似乎增添了别样的风景 说话间门铃突然响起 原来是何秀兰找上门来 就连今天的晚饭也是她准备的 两人如交似漆 像极了热恋中的小情侣 而何秀兰确实有手段 她撒娇卖萌的本事丝毫不输小姑娘 这腻外的样子不禁让丽美一阵恶心 她搞不懂一向温文儒雅的父亲 怎么会对一个又老又胖的女人动心 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丽美 便想用言语让何秀兰露出马脚 却不成想何秀兰只用一句话就轻松话解 人跟人的互相理解 不是时间可以散的 我跟你爸爸结婚 绝对不是为了钱 是因为我喜欢那种懂过书的男人 其实何秀兰就是抓住了人性的弱点 她知道男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在两人交往的半年多里 她经常到老黄家里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这让单身20年的老黄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并且有了和这个女人共度余生的想法 秀兰真的是既温柔又体贴 她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 看着父亲被这个女人迷得五迷三道 丽美只能说自己快要结婚了 如果父女俩的婚礼感到一起会非常尴尬 所以希望将他们的婚事暂时缓一缓 这时的何秀兰却举杯 那我们就预定当一家人咯 面对何秀兰进过来的酒杯 丽美当场拒绝 老黄看此情景赶紧打圆场 精明的何秀兰自然看出丽美的敌意 随着媒体的曝光 事情不断发酵 关于何秀兰杀人的消息瞬间铺天盖地 她刚刚在恐龙车仙女啊 你看你看看 她家真的很有钱 你看 她是谁啊 一定都是骗男的钱换的 忽然 杀了他们拿保险金 怎么可能 你想太多了 好可怕哦 不是啊 你看 像她这么特别的口味 不会对男生长得近够哦 没有没有 她那么特别一定有她厉害的地方 什么 就是 床上功夫特别厉害 你没有你想这个啊 好啊 我知道我讲说话 你们先对不起 这些报道让丽美不禁忌被发凉 她绝对不能让这个胖女人伤害到父亲 于是下班后来到何秀兰家里 房间的布局虽不是富丽堂皇 但已奢华大气 餐桌上摆放着精美的典型 一看何秀兰就是个懂得生活的人 她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却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带买下这样的房子 足以证明她绝对不是一般人 她此行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要让这个女人离开自己的父亲 我看过今天你的新闻了 你做新闻的应该很清楚吧 媒体就是喜欢为审仙判吗 我没有杀人 这时候说你没有杀人好了 但是你有骗男人的钱吧 我不然问过你的底细了 你没有稳定的工作 要不是骗男人的钱 怎么样过这么好的生活 住到这么好的房子 丽美将何秀兰的老底都翻了出来 以为这会彻底激怒她从而露出马脚 没想到何秀兰却表现得淡定从容 并说着她是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 其实何秀兰是乡下姑娘 没有好的出身也没有学历 初到社会就做了一名女技师 但那时候她就知道要想改变处境 首先就是包装自己 只有提高自己的档次 才有机会接触到有档次的客户 果然这个方法很实用 很快她就被一个老头看上 也终于走出那个阴暗的小房间 何秀兰是个聪明的女人 不光懂得如何掌控那些男人 还懂得怎样令自己全身而退 她直言这些杀人案件和她没有任何关系 警方也绝对不会找到对她不利的证据 新闻报道最后也会不了了之 而她与老黄结婚也完全和钱没有关系 同时还亮出了手上的戒指 你看到了吗 这是我们的婚戒 一万多块 何秀兰痴情的话语怼得丽美哑口无言 可丽美却知道事情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通过李简对何秀兰的账户调查发现 很多男人都向她的账户上汇博钱 而且转账金额最大的两个人 竟在今年的一月和四月都先后烧探自尽 也就是说这三起案件都与何秀兰有关 为了尽快将嫌疑人抓捕归案 李简只能利用日报的朋友推播助来 果然媒体的力量很强大 很快这个案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何秀兰被顺理成章地带到了警局 然而鬼迷心窍的老黄 却像热锅上的蚂蚁 她着急地给丽美打去电话 希望她能帮何秀兰找个可靠的律师 丽美根本就不想管这件事情 并趁机劝父亲远离这个蛇线女人 而父亲的话却令丽美非常的震惊 听到父亲的话 丽美震惊了 她没想到一直理智的父亲 竟然也会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但为了安抚父亲的情绪 她只好假意说要帮忙 实则是想去何秀兰家里寻找线索 果不其然 进屋后她被里面奢华的衣帽间震惊了 里面全部都是私人定制的高端衣物 而且还有琳琅满目的经营手势 保守估计价也得几千万 很明显 这些东西肯定来路不正 为了拿下收视率 丽美直接让助理在她家现场直播 而在法庭上何秀兰却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面对李简的指控 她始终面带微笑 最终因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法庭以350万新台币的保时金 将何秀兰无罪释放 350万没这么快错了 她不知道去哪里找的朋友 我们说现在会提现金过来 10分钟后会到 这么快 350万现金是个不小的数目 但对于何秀兰来说却很容易 仅仅10分钟时间 就有人帮她交齐了保时金 这惊人的速度不禁让丽美 对何秀兰刮目相看 于是她找到后妈 请求她不要将父亲 卷进这件事情里 所以他们领证结婚的事情 千万不能告诉媒体 丽美不仅是为了保护父亲 也怕这件事情 会影响到自己的事业 我当然会保护我爱的人 很快何秀兰就走出警局 面对媒体咄咄逼人的问题 她却坦然自若承认 那些人都给过她钱 有他们都有给我钱 我没有杀任何人 司法会还我清白的 谢谢 丽美回到家 父亲已经等在家里 她给女儿带了晚饭 看着父亲疲惫的样子 她知道一定是因为 担心何秀兰的案子 所以才没有休息好 这让丽美更加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何秀兰离开父亲 于是她找到负责案件的李简 此时李简却因为 败诉的事情垂头丧气 作为新闻工作者 丽美知道 李简一定会对何秀兰的案子感兴趣 于是便说父亲和这个案子有关 果然李简一听瞬间来的兴致 并说一定会约丽美私下聊聊 果不其然 转天丽美就接到了李简的电话 约她在咖啡厅见面 并将案件有关的三名家属资料拿给丽美 还包括很多曾经和她交往过的人 这些人都与何秀兰有过金钱上的往来 李简的目的也很明确 就是要借助丽美将这些事情报道出来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何秀兰送进监狱 很快丽美就找到了受害人家属进行采访 但她却没想到这些人对何秀兰的评价很高 说她温婉善良并且厨艺高超 不但不恨她还甘心情愿被谈骗 您知道您儿子之前跟何秀兰有金钱上的往来吗 我也是现在才知道 我儿子又陆续会钱给秀秀 您叫他秀秀 对啊 我们很亲啊 我们是在网路上认识的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他就给我们要钱 您给了吗 给了啊 花这个钱 值得啊 之前报警也是因为何秀兰有了新的男友 老婆一气之下才报得紧 但绝对没有要她坐牢的意思 这些人都不相信何秀兰是凶手 这让丽美陷入了深思 难道真的是自己错怪这个女人了吗 当丽美回到家后 却发现男友的东西都不见了 而且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婚期将至男友却不告而别 这让丽美备受打击 她是个事业心很重的女人 总是将父亲和工作放到首位 并且约定在婚礼前不能发生亲密行为 男友对丽美这个行为十分不满 所以才选择了逃避 很快父亲就将事情告诉了何秀兰 这次她还给丽美带来了一件法宝 不得不说何秀兰真的很厉害 她不仅能看透男人的心词 也能看穿一个女人 她看出丽美是个保守的女孩 于是告诉她要想留住男人 首先要知道男人想要的是什么 何秀兰的做法彻底激怒了丽美 她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女人 竟然邪恶到这种地步 回到公司后 她让人找到那些采访片段 开始恶意剪辑 这样不仅能让何秀兰受到惩罚 还能获得惊人的收视率 简直一箭双雕 果然报道一经播出 何秀兰又被推上了舆论的巅峰 很多媒体都开始捕风捉影 法庭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 只能将何秀兰定为嫌疑人暂时羁押 看到新闻后老黄却十分地着急 岂不知这一切都和女儿脱不了关系 很快丽美和父亲就来到监狱 看望何秀兰 此时何秀兰只希望老黄可以相信她 何秀兰提出要换个律师 同时还意味深长地看了丽美一眼 老黄瞬间就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丽美以为何秀兰这次在劫难逃 不成想却在开庭时发生了反转 面对检察官犀利的问题 何秀兰则回答得有理有据 请问被告 你和被害人是什么关系 原本是男女朋友 后来分手了 被害人在死亡前见过只有你 也没有自杀的倾向 为什么会突然自杀 因为他求婚被拒绝了 想不开就自杀了 但为何又刚好会了 他一生的积蓄到你的账户呢 因为我表现得很好 男人都想找个会处犯的 照顾父母的 性生活协调的女人 我刚好达到他们的理想 男人爱我 给我钱我收了我有错吗 他收的完全没有问题啊 他都已经收到钱干嘛要杀 看着何秀兰坦然自若的申请 丽美也觉得这些回答完全没有问题 这就是何秀兰的高明之处 他不仅能给那些老头洗脑 也用同样的方式影响了丽美的判断 既然钱已经到手了 何秀兰的确没必要再冒这样的风险 而理解却直接说出了其中的玄机 何秀兰的目的就是谋财害命 他会给这些男人设下温柔的陷阱 令他们死心塌地 何秀兰把这些男人都给洗脑了 他们根本就离不开他 你在你父亲身上也见识到了不是吗 这时李简的手顺势搭在了丽美手上 面对各方面都比前男友优秀的检察官 丽美瞬间沦陷 连晚上洗澡湿满脑子都是李简的脸 竟然幻想着她来到了自己身边 出来后丽美穿上何秀兰送她的脸丝 藏好与未婚夫的婚纱照 接着便大胆地将李简约到了家里 即使再傻的男人也能明白丽美的用力 几杯酒下肚 微醺的状态下 两人顺理成章地得偿所愿 看着如此优秀的检察官被自己轻松拿捏 丽美终于理解了何秀兰对男人使用的手段 那就是女人和男人沟通还得用最原始的方式 不管多顽固不化的男人都同样会吃这一套 殊不知丽美已经成为她曾经最讨厌的样子 她正一步一步地成为下一个何秀兰 为达目的从而不择手段 检察官还妄想他们会成为彼此的伴侣 岂不知丽美正偷偷地和未婚夫团聚 很快就到了第二次庭审 庭上李姐拿出何秀兰购买木炭的证据 但这却不能成为她的杀人动机 当问到为什么和被害人分手时 何秀兰的回答却得到在场人的同情 这是李尚文的家 我每周都会去煮饭给他吃 帮他打扫 有时候还会帮他洗澡 所以他会钱给我用 我本来是要跟这个男人结婚的 可是他这么的软弱 我怎么跟他过下半辈子 后来我反悔了 我不跟他结婚 他就想不开去自杀了 请问 这样我有犯法吗 尽管这样也不能判定何秀兰有罪 法庭只好将她继续积压 而老黄却找到了何秀兰不在场的证据 那是一张购物小票 显示的时间足以证明何秀兰没有作案的可能 现在只需调取店里的监控画面 就可以为何秀兰洗清嫌疑 而丽美却以时间来不及为由 拒绝了父亲的请求 无奈父亲只能打起了感情牌 说自己年纪已经大了 一个人将丽美拉扯大不容易 在她的晚年生活里 只想找个温柔体贴的人走完余下的时光 那么多年过去了苏培圣 还是想找个知冷知热的女 而何秀兰就是她的理想对象 听着父亲的诉求 丽美心了 于是她找到了理解 将父亲搜集的证据拿给她看 可理解却说 已经按照何秀兰提供的线索去过那两家店 而监视画面中根本没有何秀兰 丽美听后更加气愤 没想到父亲竟被这个女人耍得团团转 就在这时何秀兰突然晒出婚戒的照片 并配闻其实自己早就和老黄领争了 丽美看后情绪接近崩溃 这样的话所有人都会知道她和杀人犯有关 肯定会影响自己的前途 而理解又告诉她一个更扎厉的消息 何秀兰每过一段时间都会上网购买木炭 和老黄结婚登记后 她不仅买了木炭还帮老黄买了兽鞋 受益员就是何秀兰 这个女人 她的目的不光是钱 她在玩弄男人之后 你就想要咬死她的猎物 丽美想马上撇清和这件事的关系 于是听从了李简的建议 再次利用媒体的力量让事情发酵 她以受害人女儿的身份接受了现场直播 声称如果何秀兰没被抓起来的话 也许父亲已经遇害 幸好她现在关在看守所里 如果她是自由的 她一定会对我父亲下手 看着女儿义正言辞的指控 老黄瞬间万念俱灰 她想救何秀兰出来 丽美又不肯帮忙 她只能将俩人结婚的事情公之于众 也许这样才有一线希望 不成想去弄巧成桌 至于保险也是老黄自愿买的 因为自己比何秀兰大很多 这样做只想给爱人一个安全感 而丽美却认为父亲是受了何秀兰的蛊惑 那木炭呢 她拿木炭到你家要做什么 木炭是为了要做菜 做什么菜需要买木炭到家里啊 你知道这些男人是怎么死的吗 何秀兰就是 拿男人前过活的吃血鬼 秀兰不是这样的人 从来没有跟我要过半毛钱 她要夺活你也搞不清楚吗 你是傻了吗 看着生死力竭的丽美 她的父亲失望极了 果然媒体的不断发酵引起了巨大反向 从而导致何秀兰被处以死刑 但老黄却始终没有放弃 她到处奔波要将何秀兰救出牢狱 可律师却告诉她 何秀兰之所以会被判死刑 都和丽美的指控脱不了关系 这些话对老黄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她没想到竟是自己间接害了最爱的人 紧接着她就来到看守所看望何秀兰 劝她不要担心 而何秀兰却没有半点怀怨 并且提出了分手让她以后好好地生活 何秀兰淡定从容地挂断了电话 可老黄的心却犹如刀脚 但同时她也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要用死证明何秀兰的清白 为了能救何秀兰出狱 老黄选择了稍叹自尽 同时还带上了她年迈的母亲 当丽美赶回家后 父亲和奶奶都已撒手人寰 并且留了一封遗书 父亲竟然用生命证明何秀兰的清白 这不由让丽美陷入沉思 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父亲的事让丽美深受打击 她辞去了报社的工作在家里休息 又将最近发生的事情通通捋了一遍 最让她想不通的是指引何秀兰的案子 就让李简摇身一遍成为了英雄 这时她突然接到主编发来的消息 看后不禁让她几倍发凉 原来学长和李简一直都认识 并且一直利用何秀兰的案子作为烟雾弹 如果这一切都有关 那父亲的亲生也许他们脱不了关系 但要想拿到证据必须接近李简 于是她以压力太大为由将李简叫到家里 谎称自己一个人害怕 想搬过去和李简一起住 面对这样的请求任何男人都不会拒绝 岂不知利美已经开始了她的报复计划 李简出门后她便开始寻找证据 果然发现跟何秀兰有关的卷宗 上面显示死者遇害时何秀兰正在超市购物 所以父亲说的都是真的 没想到这些证据都被李简压了下来 同时利美还在电脑里发现一段录音 学长何秀兰的案子已经吵到尽头了吗 没有啊你 可以让你的主播女友用被害日子里的身份 进恐懵搞这个恐懵事件 你去找她爸 罪补她 让她先去承认她是何秀兰的先人 丽美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学长和李简一直在利用自己 这才导致父亲断送了生命 而自己也成了压死父亲的最后一根稻草 丽美知道父亲生前见过何秀兰 于是便跑到看守所质问她 好久不见 我爸死前又来找你 你跟他说什么 我要他回去你身边 你是要他自杀吧 没有 真的没有 我真的要他回去你身边 我跟任何人讲说 那些男人都是自杀的 没有人相信我 那木炭呢 做菜啊 用木炭做菜 你到我家去 厨房的抽屉里面有一张名片 丽美果然在何秀兰家看到那张名片 为了验证何秀兰的话 她来到那家女高级料理培训机构 从学员口中得知 何秀兰的确在这里学过 而且做这种高级料理确实需要木炭 所以何秀兰并没有说谎 但丽美却没有拿着这些证据告发理解 而是要用自己的方式替付报仇 她每天都去学做料理 然后回去给李简做好吃的饭 俗话说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首先抓住她的胃 丽美要用何秀兰的方式捕获男人的心 让男人慢慢地离不开她 你到底要待在家里做菜做到什么时候啊 怎么了 你不喜欢我做的菜啊 此时李简办的大案却得到了上级的施压 如果这个案子办砸了 不仅不会升职加薪还会得罪上面的人 于是便想通过舆论的力量让自己重回巅峰 她以为会得到丽美的安慰 可没想到等待她的确实分手 我想跟你分手 你在说什么呀 我在认识你之前 我就已经有一个未婚夫 婚纱照都拍了 我想回到原本的生活 你在骗我吗 你有未婚夫 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说 你是小孩子吗 你们没有理由在一起了耶 你对我一点用事都没有 我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这样子对我 因为我不需要你了 我不爱你了 李简听后瞬间暴跳如雷 她不明白一向温柔体贴的丽美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 而丽美却没有估计往日的情分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她又回到了未婚夫身边 每天给她做好吃的料理 几天后新闻报道 李简在家里烧炭自杀了 因为她家里没有监控 警方只能对附近的邻居进行走访 有人指出丽美和李简同居过 而丽美却失口否认 我跟李简有短暂交往过 但是没有通知 她之前办行政院长 亲戚的案子压力很大 她变得很可怕 情绪很不稳定 但那时候我就很害怕 所以我就跟她分手了 无形中丽美已经完全蜕变成了何秀兰 没人知道那天晚上的汤里被李简加了料 也没人知道是她用胶带封住门窗 然后送李简上了天堂 因为她带走了所有自己生活过的痕迹 就连那封遗书都是她写的 丽美走的每一步都在何秀兰的掌控里 不知不觉中何秀兰交出了一个高明的徒弟 你为什么把我爸保险间收益人改成我 因为自得最爱的人是你 我只是想要让你知道 我喜欢你爸爸 是真心的 但他也是因为你死了 是吗 真的是因为我吗 如果真的是因为我 我也受到惩罚了 不是吗 很快李简扣押何秀兰的不在场证据 就被媒体爆出 何秀兰案也从死刑改判为私缓 丽美姐付出主播台第一天 就遇上蛇神与老婆死刑 这世界时代她没有正义而已 这个世界啊 根本就没有正义 恶女在这部影片中 从来都不是一把锐利的刀子 而是在洞察人心后 可杀人于无形的木炭 木炭始终都在 而点燃的方式便因人而异了 看完这部电影 我不禁想起一句话 问世间情味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